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思英国的第22期 今天我们来讲英国城市攻略之治安片 从客观的数据到人的主观感受 来给你细细聊一下英国哪些地区最危险 上期我们介绍了英国经济就业率表现比较优秀和有待提高的地区 对于很多要来到英国读书工作跟生活的朋友来说 最关心的还有治安问题 英国的犯罪猖獗吗 英国是一个暴力高发的社会吗 有些人可能会告诉你 我可太害怕了 晚上8点钟以后 我就不敢走出离我们家500米以万的地盘 你看一下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你看看哪哪是不是又发生了那个刺伤的案件 也有人会告诉你说呢 不存在我完全不害怕 在这儿呢 我觉得岁月既可静好又可闹 周末我搭乘这个午夜地铁回家的时候呢 我觉得快乐又逍遥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客观回答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要找到整理和解释每一个国家 它的准确跟及时的犯罪数据是有点难度的 那我们如何去比较英国是否安全呢 一个数据呢 是联合国毒品跟犯罪问题办公室 他们给出了一个故意杀人率 也就是基于每一个地方10万居民以上每一年的死亡人数 在2012年评估的220个国家当中呢 英国以每10万人1.2谋杀死亡率呢 排在第174位 同一年度呢 中国大陆地区是0.62 香港地区是0.38 澳洲呢是0.94 美国高达5.35 第二个数据呢 全球数据库Nanbill 它有一个基于全球各地的犯罪数据进行资料整合的一个平台 那他们的犯罪数据呢 也是被很多的知名媒体 类似于像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福布斯 他们用为作为他们的数据来源 在Nanbill的欧洲犯罪指数当中呢 瑞士 澳地利和爱沙尼亚 是39个国家当中最安全的国家 英国的排名呢 是倒数第八 比它更糟糕的呢 是摩尔多瓦 意大利 爱尔兰 和柏黑 国中最不安全的国家呢 第一名是瑞典 其次是乌克兰 跟法国 瑞典 你可能要问 阿爸乐队跟宜家的故乡 难道不是一个进步和平 跟自由的国度吗 嗯 总的来说是的 但是近些年来呢 暴力犯罪 包括像奇迹 强奸 跟谋杀 这些数字呢 是处于一个激增的状态 奇怪的是呢 涉及到手榴弹的这个案件数量呢 也处在令人担忧的高位 总的来说呢 对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英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国度 但相比着而言 在这个国家里面哪里更危险呢 主要的犯罪类型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给你揭晓一下 前行提要呢 本期引用的政府公布的犯罪数据呢 我们请讨论 英格兰跟威尔士 因为苏格兰跟北二兰呢 拥有独立的刑事司法系统 他们也以略不同的方式呢 在收集这个犯罪数据 另一个就是呢 地区排名 它不是根据一个地方的犯罪案件总量 而是根据英格兰跟威尔士 43个景区 它的犯罪与人口之间的比例 也就是每1000个人当中的犯罪量 来进行排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英格兰跟威尔士 最危险的10个地区是哪里 第10名 杜伦 杜伦呢 是英格兰东北部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郡 那往返伦跟爱丁堡之间的 这个火车东线呢 会途经这里 整个杜伦郡呢 保留了相当多基督教战 统治时期的时候 留下来的历史人文遗迹 那首府杜伦市呢 也是非常典型的大学城 整个城镇呢 是以这个杜伦大学为中心而建造的 杜伦大学呢 也是英国仅存的三所 仍然保留着中世纪学院制的大学之一 另外的两所呢 是牛津和剑桥 整个杜伦郡呢 它最多的犯罪类型 是暴力跟反社会行为 听到这个反社会 大家会觉得 心下已经反社会什么意思 不要害怕哈 这个反社会比方说 像这个乱放烟花 你滋扰行人 或者说在公共场所 做出一些不太体面的行为 都通通归到这个反社会行为当中 第九名 大伦敦 尽管伦敦的这个犯罪活动呢 经常上媒体的头条 包括最近几年发生的 这几起恐怖袭击案件呢 都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版面 我自己呢 在前几年 就跟这个London Bridge 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 就是擦肩而过 我差不多在大概也就是四五分钟之前 刚刚离开那个区域 是心有余悸 那说回到这个犯罪率 在英国各个地区的这个犯罪率的数据对比上呢 伦敦实际上只排在第九名 但是在盗窃和抢劫案件上呢 他是高据榜首 举个例子 阿森纳的球星 鄂切尔跟他的队友 之前在伦敦的北部就被劫持 那这事呢 也上了新闻 第八名 南约克郡 南约克郡最大的这个住区啊 Sentiment就是谢菲尔德 这个郡一半以上的人口呢 都是住在谢菲尔德这个城市 谢菲尔德呢 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些革新的产品 比方说像不锈钢的发明就诞生于这个城市 然后呢 谢菲尔德大学呢 也是英国出名的六所红砖学府之一 我对这个城市最深刻的印象呢 一个是繁忙 另外一个就是呢 中餐便宜又好吃 如果大家路过谢菲尔德 一定不要忘记去尝试一下 说回整个南约克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 因为英国这个煤炭工业的没落 引发的这个产业崩溃 所以整个南约克郡呢 其实是整个西欧最不繁华的地区之一 2017年呢 它被滑入到欧盟统计局的最贫困地区的名单 它的这个华定标准就是人均GDP 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75% 所以这里呢 一直是欧洲区域发展基金资助的目标 第七名 诺森布里亚 这个大的片区呢 在英格兰的东北部 像纽卡索就在这个地方 第六名 肯特 肯特呢 在英格兰的东南部 历史名城坎特布雷 Cantbury就在这个地方 城镇比方说Dartford 它也是来往伦敦工作的人 选择的一个热门的通勤镇之一 第五名 兰开夏郡 兰开夏郡呢 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 80%都是乡村 它包含了两个城市 一个是Lancaster 一个是Priston 工业革命时期呢 这里也是英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区 这里比较知名的大学呢 就是Lancaster University 看了一下 这里数量比较多的呢 也是反社会行为的这个犯罪 第四名 Humpside Humpside警局的管辖范围呢 主要也是包括像 约克郡的东边 还有林肯郡的北边 这几年呢 它主要是持刀犯罪的数量在上升 比较高发的地区呢 也是集中在像赫尔这样的城镇地区 第三名 大曼车斯特 大曼车斯特呢 也是英国最大的都市区之一 人口非常的密集 曼车斯特市呢 是它的一个核心城市 从历史上工业革命之后呢 这里的人口就一直非常的密集 以前是它周边的很多乡村地区的人呢 要到曼城来做工 然后还有就是1840年代中后期之后呢 爱尔兰发生了饥荒 所以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啊 就来到一海之隔的曼城来找工作生活 大量的纺织厂呢 在这个地方设立 同时呢 曼车斯特也是非常重要的分销中心 所以有很多的仓库呢 设在这里 它也因此有了一个昵称叫做仓库城市 足球跟大学呢 是这两个城市非常重要的招牌 也是因为人口密集跟多元 所以这里的犯罪率呢 一直都是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第二名 这个区域呢 在英格兰的东北部 那在犯罪案件类型上来说呢 刑事破坏跟纵火案件的话 它是比其他地区要高的 第一名 西约克郡 西约克郡呢 连续三年 荣登榜首 成为全英格兰跟威尔士 最危险的郡 持到犯罪数量的跨速上升 跟贩毒团伙的激增呢 让这个曾经平静的英国乡村 成为了相对而言比较危险的地带 以上呢 就是结合英国内政部和警局给到的数据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整个英格兰跟威尔士相对比较危险的 十个地区 英国人怎么看待自己居住城市的安全度 会一提起自己的家乡 就忍不住想护短吗 民意调查机构 OnePort呢 结合2000多个 居住在英国城市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调查 给出了一个排名 最安全的五代城市 第五名是 剑桥 第四名 南安普敦 第三名 布莱顿 第二名 布里斯托 第一名的城市呢 参与投票的82%的民众 都觉得自己生活在这种城市 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他也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跟旅游热点城市 就是爱丁堡 最不安全的五个城市呢 第五名 谢菲尔德 第四名 伦敦 第三名 曼硕斯特 第二名 莱斯特 第一名 博明汉 住在伦敦的我呢 对于前面这个官方统计数据 和后面的民间投票结果呢 都略微有一点意外 因为我觉得伦敦这个天上飞的直升机 和地上跑的警车 如此忙碌 他不是应该排在第一名吗 当然这个人口毕竟千万的城市呢 它是没有办法回避治安的问题的 虽然在全球的范围来看 就其犯罪率而言 伦敦没有被列为问题城市 但是在英国这个大环境当中呢 它被视为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危险的地方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数据呢 有一说一 大部分的这个暴力袭击案件 它都不涉及到这个武器工具 但如果涉及到呢 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持刀犯罪 2018年的数据显示啊 英格兰跟威尔市的 持刀犯罪中32%都是发生在伦敦 每10万人当中呢 有169起 这些数据呢 都在当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谈论英国的治安呢 逃不开帮派这个话题 我们前面提到的 伦敦很多这个持刀的犯罪 其实也是和帮派有关 英国的帮派呢 滑地而至 彼此之间的斗争呢 不光是影响到了 居住在那里人的安全感 幸福感 甚至也和这个地方的社区文化 甚至是房价紧紧挂钩 那么英国帮派形成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呢 英国各地的帮派又有哪一些 他们对我们的生活 都有哪一些具体的影响呢 我怎么知道 我一不小心就踏入到了帮派的领地 要如何自保呢 我们下期再聊 好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 一定要点赞跟分享 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